你好像在说 今天验一验吧 其实我觉得两边阵容当中 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于这个妖姬 一个是看他对于中路和发条对线的处理 以及他对边线的影响 确实感觉 但是就看谁能把线做得比较好 这把我有一个疑惑 就是我们一般对于妖姬这个有理解是 你中期要配合打野战士去抓人 这把他跟瑞尔似乎不太好抓人 我们看看吧 包括这个向中野3AP 是啊 来吧新年的第一场比赛 让我们进入这场 德北四分级比赛的第三场BO5 由RA对战LNG9号电动 这也是刚我们提到 2024年全球的第一场英雄联盟官方赛事 万象新争下 我们来看谁能棋开得胜 让我们一同期待 本场解说将由小米王松和天书 为您带来直播评述 看练娜塔这把也是选择带了一个从刃 昨天比赛当中也看到 确实这个从刃在初期对线的时候 效果挺厉害的 这叫双射手迷你版 迷你版 这个迷你在哪 好的来看开野吧 好我们感谢现场观众的加油助威 包括我们相信很多RA的粉丝也会把加油助威 以及对战队的爱藏在心里 这场前期我们除了说到下路的对线方面 这中路的前三级兵线包括是换血都尤为关键 而话又说回来 这个中野双AP其实打起来斩杀线是很低的 下路打的粉数 开始对了 但卡丽苏塔不讲道理这英雄一级 但塞纳也不虚 其实这样换血换完基本上宣告RA下路的线权是不好拿了 上来尝试换了一套鞋 到自己这边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关键的是中草这个战略位置已经被LNG占住了 塞纳这个英雄你不太好去用从刃去蹭他的血量 还有三个兵 现在RA需要做着尽快把小兵清掉到达平二 都想抢平二了 两边同时到达二级 其实这波很险 如果RA没有前压 这波让LNG抢到二级下路就要尽血了 所以下路也是一开始打的会凶一点 这种就是谁抢了 尤其卡丽斯塔直接就滑脸了 而且下路的兵现在第三波就迎来重置 这就是下路血拼到底的一个显现 维克拉先抢三 双方的打野开路线是一个镜像开局 越尔从下往上 上路这是个非常标准的三波镜 没问题 这个线做得漂亮 但没有选择说速三来尝试搞一波 冰剑魔带的也是TP 看起来双方都是一个速四偏发育的一个开局 是的 这二前期确实打野也疼不开手来 所以能够给到线上的影响比较少 包括就我们说的就抓也不太好抓死 尤其是RA这个上中野三AP 虽然妖姬前期 它是一个AD妖姬 但前期还是多以AP和AP的一个技能伤害 是的 W刮到炼纳塔 但影响不是很大 速四 但夏草有眼 河道的眼睛被看到了这个位置 想卡视野这个 但还是会被看到 现在蓝波是一个爆发很高的一个危险温度 来了 已经能加速可以闪跳 蓝波也给了被拉回来了 应该是死了 一些给到蓝波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蓝波打剑魔前三波进的一个要点 三波进线可以凑成一波回推线 这是一波打野干客的绝佳时机 正好这波是子卡一个往前推的线 是的 抓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前期 再给对方的蓝波去留下一个视野 而且我们常说啊 剑魔打蓝波这个对线 能不能打得舒服 在于第一回合回家的时候 剑魔有没有那么一千三百块 老上单应该都懂 那个隐魔刀做出来 基本上宣告蓝波就变得不那么危险了 但是现在来看 这个鞋子加一把长剑 不太够 这波干客还是挺断节奏的 是 而且注意看到的是 小学还有一瓶红药没磕 所以上路是可以继续对线的 中国对线方面 几乎是一个平稳发育啊 确实彼此之间没什么太多办法 对 看似两边打得很凶 其实都还有背后隐藏能源 两瓶红药 两瓶饼干 基本都没动 而在双方打野的视野范围内 几乎是一个彼此透明的状态 这倒是一个镜像开眼 那至此的话 其实RA的上路对线还是很成功的 是 第一波的补刀领先 人头也拿到 而且回家的timing也非常的舒服 兵线也不会亏太多 两边埋藏在对方buff的视野 都看到对方打野的位置 一模一样 完全的一个对角 紫卡尝试吧 现在稍微控一控 但是这样的控线 其实对于蓝波来讲 够不成什么威胁啊 现在两边的伤害有巨大的差别 想推随便推 是 总终要看一下 接下来一条小龙的争夺吧 从目前来看的话 LNG的是下路 兵线会占优 但是RA的中路 会占主动性一点 下路选择了速推 炮球也没有漏掉 跟我们之前的预测 有点不太相同 之前我们还想 这把下半区 会有很多的视野 一达不留两吃 但是两边下路都心知肚明 这把下路 打起对角我很激烈 所以都不敢贸然出手 下路对线处于一个 很微妙的平衡啊 这场威胁的思路 好像就是围绕下半区打 其实没有往上半区管 我确实 打一个蓝波 容易被反杀 尤其不知道各位 屏幕前的老蓝波玩家 是否有过这样的画面啊 就是你带着点火 对面打野来抓你 第一时间 触发危险温度 把打野先秒了 完全没问题的 中下都是一个 往前推的线 想过来先动一下 这条小龙 打温度这个阵型 有点危险啊 有点被包夹的意思 来打温度 直接跑里边先拉了 龙被拿下了 高的被Q技能振回来 尋一个Q 找的是VV VV这个V可以先卖到自己了 那等于是拿自己的一条生命 换掉了几方的一条小龙 还想打 嘎拉在滑 刚刚Zorra是用过W的 但这个位置 拐命了两个人 Q拉了一下 Zorra这个位置是一个残血 干净 还好下路的兵线 目前是平的 没有出现屯线的态势 如果有的话 可能要被跃 也是发调 这个球放的位置很好 直接在野区里边 先大到两个人 本来RA是一个包夹 这波消耗很关键 来自Scout的直领通知波 但是我看回看这球 在这挺明显的 而且这俩还同时 站在这个球的范围 反正这个位置被卡住了 如果下路二人组 想要接到这条小龙盘 就必须要走这个爱口 到达河道 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Scout这个闪现捏得也很好 但结局的话 双方也互能接受吧 一边拿着小龙 一边收回一个人头 隔着墙 最后0.5秒 阿萨姆是一个小半斜的状态 但野斧一起来了 奶油强卡士也 来大招 大招中有进化 很远 方推一下线 还要再往前流了 现在的凯雷斯塔已经到达6级了 这就是容错 但这样打掉了LNG下路组的技能 对于先锋来讲 阿萨姆基本是稳吃了 可以推着三个人一起走 是 方方在前期前8分钟 是一个互做半区互换的一个场面 阿萨从这个上半区想要寻求突破 而LNG在下半区碰到了小龙 闪现打扰 坐住我拿马克 刚刚被收回来 自己走不了的 本以为是要推的现象 我们说的往先锋转 但直接下路继续一不做二不休 知道对方有打先锋的这个动作之后 下路也很果断 是不是有点想当然了 感觉 觉得对方可能不会再尝试继续约塔了 但这样被约一波的话 下路对线的平衡就被撕破了 因为其实刚才已经把卡丽斯塔大招交过了 所以这波尝试是感觉可以预料到吧 是的撤晚了 同样作为交换 LNG控下了第一条先锋 而上路的键魔已经出了隐魔刀 所以对线会比之前要稍微好过一点 开大招洗线了 这波短线洗净塔之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回程的timing 这有没有常说 兰博这个英雄进可攻退可守啊 对 赖线嘛 当时打解说杯的时候都得练 大家应该也有意识到 或者在rank里面 经常也会体现到那种老兰博 可能你给他压力很大 他来个大招回家了 不跟你玩了 假设是原则 假设你在 反正我就不出去 大招洗了线 惊艳兵全吃 换所谓 所以老蓝博对线一般玩的就是timing 是 而且我们常说啊 最老的蓝博会在峡谷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参考 这个应该要参考山机的蓝博了 大家应该在之前的比赛里面看到很多山机蓝博 在地图的任何一个地方突然冒出来 就是我们常说的蓝博大招洗线偷回合 没问题啊 就有玩兵线嘛 嗯 下路是两个多层 维维就会有点危险 两边交险 交险交的很果断 现在维维身上并没有太多的魔抗啊 这个42点的魔法抗性可经不住 出了法川鞋蓝博的一顿红维火烤 是 RA这前十分钟打得相当漂亮 虽然资源方面没有空下来啊 但是打得很主动 经济也有一个1000多块的领先 我觉得他们做配合兵线的回合制 玩得很厚彻很顺畅 而且奶油这一名拳手很灵性 上路下路的干个时机都非常得到 是的 但两边打也得装备 其实没有差太多 平等是会要没得 维维也想做点事情 下路的达勒没有命中 又已经零球想撞 撞谁 维维有6技的 那抓是有大招 大招回手扑开 大树也来了 侧面封了个大招 塞纳大招控制底销 但是还是被维绿斯给收掉了 其实纽纳还没出发 再往前A一下 你们下个技能刷出来 打出了灰雪 灰雪没有换掉 被一个拔毛直接爆死 那等于是个一换一啊 但是 瑞尔也在赶往下路来中路 妖精密死了 维可拉都要偷嘎拉了 来了 过来是也看到了 点果都过来的 没看到 有W两段台A一下 W爆着 那自己可能也要有问题啊 鬼鬼 鸡舍艾丝碎片 知道对方可能在往回的路上 所以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中路是要被吃掉一层肚层 刚那个视野是能看到吗 好像是差一点点 他绕了个视野 那个位置没有被看到的 而且他是点果子下的强 所以他留有两段W 包括刚才发条 其实也不在现场 是 回家也直接电刀了 而且这一剧游戏 对LNG来讲 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啊 就是他没有一个太好的 能够开到妖姬的手段 会导致这个妖姬 突然电刀在边线游龙 对 AD妖姬的一个优势在于此 中期的带线有点无解 RA爆团要拿 全场比较第二条小龙 基本上是稳拿的啊 卡里斯塔被困在下路过不来 这波维鲁斯又破败 作战能力非常强 所以LNG也选择 在这一波小龙避而不见了 是 登场是一个山脉龙魂 这把可以感觉到RA的进攻打得很主动啊 威威这个先锋 得抓紧时间了 但是没有太好放的地方 本身他们应该以下半区为突破口 卡里斯塔和这个塞纳的压线 但是 那波被奶油搞完了以后 就有点陷入被动了 下路要赶紧回家 甚至这把GALA为了提升对线的强度 出的还是一个锯齿短臂啊 回身扭了 技能 然后被大招弹起来之后 给一个恶意收割 往后拉 撕血 其实这波Mark已经拉得很满了 他用大招去抵抗了 炼章塔大招的控制效果 其实控制抵抄之后 他只A到了自夹AD以下 已经很细节了 屏幕的左下角 实时画面 威威自容把先锋放到了中路 仰一下Scott 是没看到 是没看到 这波视野是要到的 确实这个清洁不合家 技能还随偏这下太痛了 功能 现在能看到电刀的清线效率 虽然比以前相对弱一点啊 但也还是够看的 但还是效率 对 试授是有看到的 其实在电刀第一次削弱之后 感觉 踩一脚到脸上来 没有闪现 被练到了 练到了 那是三二大招 打得很主动 虎敏说 其实对于电刀这件装备来讲 一下电刀出发 清不了后排兵 伤害再怎么削都一样了 现在的电刀和刚刚被削弱 那个版本的电刀 其实没差 反正都是电两下 才能把兵给电干净 主要是对小兵这个伤害修正 有点把很多AD英雄给砍掉了 对 但其实对于妖际来讲还好 大不了A接打不了 当时我记得还有很多带这个小兵训练器 为了增加这个对小兵额外伤害 就刚好电刀对于后排兵的伤害值 在一个很微妙的点 就是再高一点点就可以斩掉了 就是削弱 削弱的方向 喊到了无辜的影响 本来是想针对妖际的 这也是其实版本的一个平衡吧 我们看到这把的三项电刀妖际 依然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啊 因为LNG这个阵容在边线是抓不到人的 主要肥 前期给这种妖际肥起来 其实很烦人 他CD又快 等级又高 带线带得又很游人有余 而且我们说啊 破剑者对于防御塔的额外伤害 是部分近战远程同样痛的 也许给的双抗会不一样 但是对于防御塔的额外增上 是一模一样的 二先锋 还有十秒钟的时间 R.A.先把中线抢到 直接爆奶油 打一个瑞尔瑞还有W的 但是真的打得动吗 大招侧面捆到 是捆到了列纳塔 有闪的 而且都不用交闪 一个治疗又拉开了身位 中野双AP的问题展现出来了呀 大树加上发炒 虽然控制跟伤害都有一些 但不致死 没有伤害 不够 而且现在大树的大招还交过了 反而第二队先锋自己主动动手 让自己陷入了有点被动的境地 而且资源团前抢不了中线 是很被动的 LNG被迫又要放掉这条二先锋了 而且R.A.的先锋归属 是给到在正面的四位兄弟 LNG去担戴啊 所以就使得LNG需要面对双向的协防压力了 这我感觉选择先手的目标 有点着急了 就是打一个上马状态的瑞尔 基本上是一个很难去击杀掉 实际上也只能试试 因为维鲁斯一般是不会给升位的 对 开带 开始了 开赖 换小徐和Scott对线 但其实兰博是比较怕一个 发育比较超前的发条的 是的 主要摸不到呀 但发条这场比赛发育 只能说中规中矩 149刀 谁看到 诶 恶果树员差了一寸 也许又逮到了 ZORA这个闪现终究要交出来 那这波好走吗 触发灵光披风 不好走 人头的龟属看给到谁 应该给到嘎了 一箭穿心 这波阵亡会直接影响到小龙的龟属 40秒刷新的小龙 失去了辅助给予的视野支撑 RE前往河道的路途会变得比较危险 是的 抓了一个很好的做视野的timing 然后现在视野这一块要被LNG拿下了 想挤的话感觉硬着头皮能挤一挤 看他们怎么想 要仰赖蓝薄 这个时间点蓝薄打架是很厉害的 主要现在中路推先的马萨姆会推的比嘎了快一点 还是想挤 LORA复活往我赶 这一场就是说 对于LNG来讲 这一条小龙其实真的现在这个点不好接 这个时间点蓝薄太能打了 本身他们这条阵容这个点是寻求打架的 但是对方的发言有比较好 所以要被迫吹手一点 中路先放先锋 没问题 一头必然是闷掉的 而且野区视野全部都布置好了 微微没闪 只有大招 被视野看到 要先处理中路的先锋 RE会不会借机打架呢 奶油在绕了 在这个F6的坑坑里 但这个位置是个预警卫啊 他要等LNG过来才能发挥作用 打LNG表示我不跟你玩 直接就不去了 比如说前15分钟 包括是前20分钟吧 RE打的是真漂亮 提切的节奏都很顺利 但好处是LNG有一条小龙作为老底啊 这是一个可以再发育5分钟的资本 这一定程度上也 仰赖于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吧 想把重点转到上半区去 看能不能先把这个上衣塔给拔掉 小龙换上 在前期Gala 没有那么好突破对手的情况下 还是要把宝压在后期的Scott一个发条身上 是的 自己的下一台也被蓝波给带掉了 最场比赛前20分钟的发挥 奶油功不可没 给大家简单介绍 他是一名20年出道于TOPC TOP2的一名选手 拿到了比如像今年LDL 分阶段亚军等不俗的成绩 包括今年这个韵卫杭州 电子经济全国邀请赛当中 也随对 所以这个TOPC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非常英雄时深厚 且打法风格全面多样的一名选手 是的 这当然在TOPC是他跟小方 两名选手的一个轮换 来吧 现在上下两线都是RA拥有推线的主动权 问题就出在谁能应对这个 活泥球 这个妖姬 其实现在最好的方式是让Scott来对位妖姬 因为这个妖姬单线单人击杀能力 其实并不如AP妖姬那么强 但就会骚扰 敌进我退 敌劈我打 会让人 就很难受 你轻线轻的不自在 对方还迟不迟点击两下 还有训练步法可以拉伸位 一个打两个不虚 野区的抱团事业入侵 来自RA 线推过去之后来抢一下对方野区的事业 毕竟马上20分钟了 要不要上半区做事业 妖姬发育太好的话 其实对于卡丽斯塔来说 自己也不敢把线推得太出去 但这波想包对谁包谁呢 看到RA1的效果了 应该知道RA1就在旁边 此前打妖姬比较好打的一个就是选大树 有个锁头抱 但是 时至今日 可能 大家也想出了很多应对的方法 尤其我想象曾经最经典的打妖姬组合 应该是大树加小炮 就是在大树暴到的瞬间 迅速让小炮把伤害打满 但感觉发条加大树这个输出不太够 就是夏季才气候赛那会儿 对 那会儿是小炮加大树制妖姬制得狠狠的 但现在制不住 就你说的 抱住了得有人把爆发打出来 是 感觉这发条在两件套以前都没有办法 对妖姬造成比较有效的杀伤 甚至是第二件看着架势是一个中亚或者是个女妖啊 没有往大棒系的装备走 输出还这么太够 其实视野上只能看到一个妖姬和蓝博的话 也不太敢出手 随意出手 骇虫流妖姬的其实核心装备已经出来了 三项之力 光有电刀其实也是能就是轻轻线 提升自己出三项的速度 前因后果果 整部状态 让我们看到阿萨每次两件套 扬刀在手 而嘎拉因为垫了一把锯齿短笔 还差一点 那现在让妖姬去带远线 剩下的队员围绕上半途 争夺大龙附近的视野 其实有了羊刀的维鲁斯 打大龙的效率是不错的 奶油在反野可能要被逮 但LNG也不知道身后有几个人 玩得挺激进 现在紫卡是要回家了 让斯高特来下路跟这个妖姬对上 玩得也不着急 但是一来一回之间 其实上半途或者是上河道的视野 已经基本属于RA了 而且下一条小龙他们还能做过去 就因为这个中路防御塔立在这儿 现在这个游戏就进入到了 我们尝试的薛定乐的纳什男爵 他打没打呢 如打 打了都没完全打 你来看我就转 你不看我就打 RA的野虎配合的节奏也蛮好的 这个剑膜是不是能跟兰博白白手包 现在是能掰了 前提得一套打满 但是对于现在这个点的剑膜来讲的话 他的CD也够 他是有那种砍兰博两刀 然后等到兰博进入到红温平A状态的时候 迅速拉开 导博给了一个很细的镜头 在LNG的视角当中 大龙buff那一片的视野是一片漆黑 全黑 属于一个未知的境地 果然啊 还是要Scout来面对到Vicla 但他不能主动出击 得接这种推过来的线 是 来了 主动抢一波上河道的视野 但我们也说这是妖姬阵容 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妖姬阵影响 它在边线带会比来正面更有用 它在正面打断 你伤害并不高 只能骚扰 不像那种AP的爆发妖姬 那是一脚踏去AP就没了 这伤害还是 前面骚扰一下 链子练到威威 打一套 找了 来一波 直接传手先开啊 但列纳是大大的有点好 蓝波带也撒下来了 可能是LNG直播要打不过了 Scold也被收掉 自看我已经来了一箭 但是没有砍出误刃的 无敌效果 自己就先倒了 只剩下下路的双人组了 那这边RK直接转向大龙的方向 我们看到啊 哪怕这妖姬很肥 团战的主角仍然是列纳塔的大招 加上蓝波的大招 是的 这两个大招对于团战的杀伤力太强了 开的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所一 就是差点伤害 但凡能杀一个 我觉得都不一定是这个画面 我甚至感觉这一波 像是Bicola在给身位 来抱我 因为知道你选大树 可能就是想死我这个头 而且我想是 八条的大招 加上大树的 打不久在团战里 只捆到一个妖姬 或许有点浪费了 有点浪费 对 同时我们看到 23分钟的时间点 R.A.收获第一条纳士男爵 LNG则是安慰奖 三脉亚龙一只 就是想太想秒了 因为这样消耗下去可能 会很难受 而且Bicola这个玩法就真的很烦 有点故意来招惹的味道 就像是那个 哈哈生气了吗 哈哈生气了吗 而且一旦这个团战 没有人去管阿萨姆 爽嘞 这边都叠起来 野区的暴团入侵 Lora后面跟着奶油 野斧 虽然没伤害 但战力很强 Dora Dora还有闪 妖姬可以这么玩 但是恋大塔显然不合适 你看这妖姬又玩起来 她可以七进七出 主要两个人身材比较像 她觉得看走眼了 对方也愣了一神 这是妖姬吗 不对 好像是个恋大塔 还没大 把她就看成异了 来吧 但你确实有点伤 我感觉突然想 有蓝波的大招 但是蓝波大招能把线洗干净吗 洗不太干净 留着个炮车 本身应该是RA的大龙推进节奏 其实Zora这一波给整个节奏玩脱了 我本来想了一下 这是不是还行 想了一下是RA的大龙 但是妖姬仍然可以带 对 妖姬这算是止损点了 但是上半野区视野被挤掉 也不太敢固军深入 现在看到带三项的平衡 A1发防御塔是挺痛确实的 本身还有AP属性 这个出装莫不是要蓝切加上三项了 其实这套装备曾经在玩千诀的时候尝试过 只那个时候电刀是海妖 就是那种海妖蓝切加三项 那个移速已经很夸张了 对 活泥球 滑溜溜的没有人能够抓到他 而整体思路是四个人会下二 让妖姬在中上去来回牵制 这大龙buff该发挥点作用了 等级低 复活快 还是技能前方的莲娜塔跟蓝博 也不敢随意的动手 尤其这个蓝博藏在阴影里 你冷不丁的一个横温灼烧 把你后路截了 就不打听了 油 就是活泥球 还拉扯了一个大招 对 逮不到 而且奶油可能随时会开的 想了一下 还是稳健 等兵线进塔再说 这波大龙buff 拔掉了下二塔 点一下真的好痛啊 但其实因为 之前一波左二的阵亡 这个大龙buff的推进效率 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差的 正常是要两座二塔的 但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把中二塔给压掉 队友在正面拆 要进去 也去了点骚扰 经纪领先来到了 4500块 紫卡也是两天半了 其实打团的话 他就需要砍出一个 木刃的效果 然后拉扯出来打第二套 但问题就在于 这个木刃到底拿谁处罚呢 就这马上 你看到小徐的蓝波打法 是属于一种 就猫在后面 撒一个大招 因为他不想要占用 那个及时救难资源 他想把这及时救难 给留给AD 他不往里冲的 帮我提到这个及时救难 就有个W挂身上 你杀了第一时间 你出发不了 是 尤其是维鲁斯这种 越A伤害越高的英雄啊 致命节奏加上扬刀 还是想找 Vicla 他真的能抓吗 有闪 才能差一点点CD哦 而且这两段打破 想一下好像 这两分杀害不太够 对 血零零的事实摆在面前 此前连续两波尝试 一波没拉到 一波拉到伤害不够 不太能威胁得了 倒不如说正面来不 5打4 来吧 达马克微镜小危险 控制底下 W换W 而且GALA也得跑了 两个闪都掉到腰机来 直接捆住 两线带走 不讲道理 已经第一时间交闪 过野区了 嗯 那这样的话 等于宣告上下野区 两片全部失手 罗尔在对方野区里面 做视野 隔墙的一技能消耗 现在对于RA来讲 只需要做很简单 两线牵扯 就可以不好赢了 F都没闪了 奶油还比较肉 深渊面具一给 往人队里扎就行了 事实上坦克刘达 也在有辉耀美的加持 他大招有个二阶段 虽然你打了一套血量 感觉快死 摁个大招 血量又匆匆抬上来了 一片漆黑 什么都吃不到 海文记在 今年第一场比赛 第一个BO的第一小局当中 明显感觉到 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无论是前期的对线 还是说中期的打团 可能都还需要进步 还需要精进 这把Vicola似乎要把 吸引活力拉到极致 他是做了个描表 而且他是那种 既吸引活力又极致的稳健 丝毫没有给很多机会 但他因为现在装备很领先 这个装备的腰机 A人一下赢能平 还是蛮痛的 小龙刷新了 八条也TP来到正面 虽然做了一些视野 但感觉主动权 还是在R一手上 中线上了 这点来不及了 抢完线龙都打完了 半血交TP了 剑魔也来 正面要打五五了 你可能想试一波 行不行这一波 这一波恶意收工 应该会效果非常不错 我以为先开一个大招 封住但瑞尔全挡住了 瑞尔把轮被打了下 收过了一个人 杀拉瘋狂AVV 那杀拉被踩到原地了 可能要直接被一技能收走 那没什么办法了 打野AD双双殒命 感觉大龙好像R1又要收了 还有20秒刷新的大龙 这波中线青王 应该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的 向大龙送进发 Zora藏在阴影处 就等着这一波恶意收购 是的 虽然只收到一个人 但是大招动画效果 看起来挺夸张的 很害怕 你也不知道那个边界 还有多远 29分钟 第二条纳士男爵 应运而生 R1应该可以尽情笑纳 而这条男爵拿完以后 本场的一个胜负关系 几乎也可以定论了 看看这波团战吧 这是一个列纳塔藏强大招 其实L1G来说 一方面要去找这个列纳塔在哪 另一方面还要找妖姬在哪 是 压力有点差 在正面 看到了呼噜呼噜呼噜就来了 而且这波这个兰博大招 放得很好 他把Scout也隔开了 其实哪怕是到最后Scout 都没有一个太好的身份去拉大 而且感觉兰博考大树 康腾 火克木 高级五行了 其实这波主要是Scout的位置 别疯掉了 小学的大招释放还是很有说法的 拿了大龙buff 而且Zorah应该会吸取 上一波的教训 这波主要五人健在 拆一路高地 应该是稳稳的事 Scout的长一个位置有点危险 还想近可能把蚂蚁之源吃一吃 瑞尔这个EQ成斩杀线太高了 甚至都不用交这个惩戒 直接EQ就戳爆了 那个E是最大幸运的伤害 太赖了 对也怪 想找阿萨弗拉回来伤害能够吗 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打了个非常漂亮的大招 配合一收购 瞬间爆炸 Zika还想做最后的抵抗 往前去Q2E 但没什么伤害 妖姬从中路赶来 妖姬来了 妖姬被捆了 但妖姬能回去吗 没法回去那伤害也不够 还有个精神 放了个大招的奶油 没有吸到什么人 还要再往前追击 追到嘎拉 嘎拉被踩晕了 两下直接被 威克拉点死 剩下的马克一块倒了 威威只能看着 四个队友先后阵亡 奶油在W上面 还要继续追击 闪现牵链子 再接Q技能 奶油可能防兵线 差最后一点 W再刷一个护盾 威克拉陪威威玩就完了 其他队友已经 带着大军杀到了门牙塔 链子也练到了 再来Q技能晕 最后一发冲崩 带走了威威 正面的兄弟们 也开始拆门压塔了 威克拉直接传送到正面 拆得很快 我们要恭喜RA 在场B5的第一局 1比0 先持得点 起开得胜 恭喜RA